称那25周年首度遗失高雄举行 为了杜绝黑帮贩毒姿势 高雄警方大动作扫荡置评 短短一周之内破获了三大帮派组织 还有两处枪械改造工厂 也针对了地下钱庄 还有地下汇队金流进行追查 总共逮捕157名涉案嫌犯 警察 别动 别动 放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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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警摸黑破门 随着一声令下冲进屋内 一举制服帮派成员 嫌犯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压制上号 高雄警方大动作扫黑扫毒 短短一个礼拜查获三大帮派组织 以及两处枪械盖造工厂 除了查扣六把改造手枪 警方也搜出大量毒品 并针对地下钱庄 以及非法汇队进行追查 那我们一共扫荡了三个帮派 减速了三十六名的这个帮派成员 那查获两处的改造枪械工厂 那地下钱庄一共查扣了六百多万的 这个现金 地下汇队的部分 一共是一亿多 一亿七千七百多万的这个金流 由于今年是春纳二十五年来首度遗失高雄举办 高雄警方一口气逮捕一百五十七名嫌犯 大动作扫荡制品 要全面杜绝有心人事趁机犯案 记者张崇敏高雄报道 大动作扫荡制品